吴林辣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21日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7月开始对你来看到新城乡嘉陵村龙泉公园的荷花 是万众瞩目的超美私房景点 每逢5到8月是荷花盛开的季节 休闲运动的乡亲路过的民众或者是外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不免被这眼前的景色给吸引了 阳光洒下荷花躲躲开 经过摄影爱好者们的口而相传 更是快门捕捉不容错过的绝佳美景 喜欢摄影的朋友们更会相约前来 也成为近年最热门的摄影跟打卡景点之一 近年相当合理台并且在6月21日上午6点 在龙泉公园步道运动 并且视察龙泉公园核花生态池 相当合理台上升以来 极力打造优良的生活环境 重视生态以及环境绿美化 嘉宁村的龙泉公园核花生态池 在108年有原本的600瓶 扩大种植运营期增加到将近1500瓶 童年也加强圆圈的绿美化 陆续种植花谱等等 运动期间更遇到许多爱好摄影的乡亲 将有其他县市以及乡镇慕名而来的摄影爱好者 继续在龙泉公园拍摄清晨的核花 预将美景继续在自己的快散中 核花池我们每年的5月到8月左右 是盛开期 那这个嘉宁村的核花生态池 我们公所有几例来给它整理整理 这几年吸引了很多的我们的爱好摄影者 以及我们的乡亲 在每年这段时间都会到清水公园的核花生态池 来做摄影甚至来拍照 等于相同的活动 而且它长得非常漂亮 让我们北花莲的乡亲 不用到花莲的中期 甚至其他县市去赏核 那就到我们 就近就到我们嘉宁村 来赏核花 而且核花生态非常非常的美 很多爱好摄影者都打电话跟李台讲 你这个生态是做得太好了 让我们不用到其他县市去拍核花 希望潮起来给它维护下去 所以核花也接程的欢迎我们所有花莲的乡亲 来到我们新人乡嘉宁村清水公园 这个龙泉公园 到这里来赏核花 把你照相机带来 把你的小孩子带过来 共同来赏核花 中华艺术摄影学会理事长何大森表示 东雄公园这几年 在山南核李台的规划建设当中 已经成为知名的摄影圣地 尤其荷花生态池 从以前面积小小的两池 今年来成为1500多坪生态公园 搭配吊桥 修期平台 清水阶梯 自行车步道两旁的行道树 成为绝佳的休闲空间 而每天的天气以及光影节有不同 新城更是荷花最盛开的时候 至于许多摄影爱好者 都会在上午5点半左右 来到龙泉公园 捕捉优美的新城风景 向南核李台表示 优美的环境 需要积极的建设 以及用心的维护 向日以来积极规划 箱内环境绿美化 龙泉公园是很好的范例 环境绿美化 公园内设施改善新建 小桥流水 自行车步道穿梭在优美的林间 打造优质宜人 最舒适安全生活修行环境 更有扩大宗旨范围 1500多瓶的荷花生态池 感谢致命社会师 来到这里来取景 将所有优美的摄影作品 提供给新城相供所 以及相亲分享 而龙泉公园 绿域黯然荷花盛开 山南核李台 邀请大家一起来赏花 记得请问新城天报道